這個除了現在我們台灣都是在戶籍地來投票 在先進國家像美國 除了在戶籍地投票 有哪些投票的一個選擇 當然我想在其他國家統稱叫做缺席投票 缺席的意思是說 不在投票所所在地親自投票 所以他的選擇很多種 有哪些 包括通訊投票 移轉 事前投票 代理投票 指定代理的投票 這些都是可以使用的方法 另外還有一種就是 有一些比較 願意用電子的方式去投票的也有 我們看這個原住民的投票率 我們先就立法委員的部分 第七屆 這個區域立委的投票率 是百分之五十八點七二 平地原住民百分之四十二點八八 這個差距高達百分之十五點八四 那三地原住民百分之五十一點五五 這個比平地原住民高一些 那第八屆 第八屆 區域的立法委員投票率 七十四點七二 平地原住民立法委員 投票率百分之五十八點六八 這個差距高達十六點零四 比這個第七屆還高 而且這一次的選舉 跟第七屆不一樣 第八屆立委 跟總統一起選 總統一起選 結果平地原住民的一個投票率 第七屆還高達百分之十六點零四 那我們看第九屆 七屆立法委員的投票率是六十六點五八 平地原住民立法委員 投票率是五十一點七二 這個差距高達百分之十四點八六 這個五十一點七二 這是平均 這是平均 而現在也很多在都會區設戶籍 如果我們去看這個花蓮的封兵 台東的長兵成功 或者是大五 這樣的一個投票率 比這個五十一點七二 平地原住民的平均投票率 五十一點七二來得更低 多在百分之四十幾 百分之四十幾 為什麼呢 因為畢竟我們因為就業的關係 因為就學的關係 會到都會區 因為花蓮封兵沒有大學嘛 對不對 也沒有工廠 也沒有什麼就業的機會 就會到都會區 工作 或者是就學 那從 台北 主委你去過封兵嗎 沒有 大五我去過 好我們就講大五 如果從台北 要到大五 你覺得要怎麼去啊 很難 很難 我以前去的方法是從高雄這樣繞過去 好從高雄 那現在有高鐵了 高鐵很快 但是高鐵下來到走營 走營就要搭火車了 或者是搭客運到大五 第一個班次很少 第二個大五並不是每一站都 每一個車次都停啊 不是每一個車次都停 所以它是非常非常的不方便 第一個要花很長的時間 因為它星期六還上班啊 雖然你們星期六投票啊 是放假 但是很多都是還在上班 所以它必須非常非常 還要請假什麼 它乾脆就不去投票了 因為很遠 第二個 如果你剛講的 從台北搭高鐵 然後走南回鐵路 到大五 要花多少錢 要花不少錢 要花不少錢 所以這個部分 這個以台灣已經是算很小的地方 台灣不大嘛 這樣的一個情形之下 這個投票率 就是因為非常的遙遠 然後還要花錢 所以這個投票率就低 因此我們就會提出啊 為什麼台灣這個一個 自稱民族 政治非常發展的一個國家 但是 相關的這些投票的選擇 為什麼還維持在 只有戶籍地來投票 所以今天 當然四年前我也提了 實施不在即投票 要在工作地 要在就學的地方 來投票 但是這個國家 一直沒有辦法去支持 當然這個國家包含著行政院 包含著內政部中選會 最重要的立法院 畢竟法是立法院在 在制定 或者是在修正 主委 這個有什麼困難嗎 在選務上有什麼困難 關於原住民這個部分 我們認為在技術上是 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困難 你講的是立委 但是今天的法案 不是只有立委 我知道 技術上有沒有問題 地方性的選舉 真的是技術上有很大的問題 技術上有很大的問題 難道我們不如那些先進國家嗎 不是他們用了很多其他的手段 我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也在考慮這個電子投票的 未來被社會大眾接納的可能性 我們也在做發展跟研究的這個工作 但是就是在這些 有定制之前其實都不太容易 有這麼多的選擇 在國外有這麼多的先進國家的選擇 立委你說沒有 這個技術上 選務工作上沒有問題嗎 以照現在的制度沒有 因為它是我們原住民的 這個以現在的選區 來講是技術上沒有問題 因為它每一個縣市 每一個鄉鎮市區 我們都有投票箱嘛 所以這個技術上沒有問題 那這個可不可以先行實施 這個部分我們可以來規劃啦 就是如果法律通過的話 我們當然在這方面我們的 所以這個選務上沒有需要的 需要可以克服 可以克服 沒有問題 那其他的 以今天的提案 包括地方性的選舉 最可行的是哪些 哪些方式 你先進國家的一個 採取的投票的一個方式 可能就是特色投票所定點投票吧 而且要提前 因為一定要留一些時間讓 就是說後面的那個計票的部分 可以集中 就是說可以到原來的地方去計票 提早投票 對提早投票 所以在選務上國外都可以實施 難道我們就這麼困難嗎 在技術上真的要考慮要去設計一下 是需要 需要考慮 投票權是憲法所賦予的 我了解 所賦予的 在國外都可以實施 通訊呢 通訊投票有什麼技術上的困難 通訊 我的理解 我了解 有若干那個研究 去了解大眾的意見 通訊就是最不被大眾接受的一種方式 就認為這個對那個所謂 秘密投票基本上應該是沒有辦法維護 為什麼沒有辦法維護 就是因為通訊可能是在 別人可以了解的狀況下 或是被代理的狀況下 會嗎 會被了解嗎 當然這個要看設計啦 是啊 就是要看怎麼設計嘛 所以並不是不行啦 難道國外的實施就有 產生很大的弊端嗎 或是一些小小的弊端 我想向委員報告 就是對於那個投票的整個流程的設計 我看過其他國家沒有哪一個國家比我們嚴謹 所以這個部分都是可以實施的啦 經過仔細的設計啦 我們可以來來研究的 請中選會 能夠把各種可行的方案 畢竟投票權是憲法所賦予的 事實上 謝謝 好 繼續請陳其邁委員 好吃 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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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